大家有没有感觉现在新能源车越来越同质化 各个品牌在不断的追求性能和智能化的提升 这辆车越来越没有意思 今天给大家看一台有意思的车 一台600万的电动车 劳斯莱斯的闪铃 劳斯莱斯可以说一直不随波逐流 就比如说他过去一直没有转速表 因为动力性能本来是衡量汽车的一个标准 可是劳斯莱斯其实你看 他并不能严格按照一款车来去形容它 我觉得它更像是一个奢侈品 那它自己的竞品 比如说像游艇 私人飞机 而不是其他的汽车品牌对吧 所以作为一台劳斯莱斯做的电车 咱们来看看它都能给我们带来什么 首先一点我觉得最最重要的 就是它的气场 这台车真的是太大了 在看图或者看视频的时候 你绝对不会相信 这台车有5米49的车长 将近5米5 真是一个旁人打5 但只有当你近距离的到车旁的时候 你才能感受到这种 车强大的气场带来的压迫感 另外作为一台轿跑车 我第一次见到有23寸的轮毂 真的是太大了 但是配上这个车身 你会觉得比例就很协调优雅 尽管是第一款电车 但是你仍然可以一眼就看出这是一台典型的劳斯莱斯车型 不过呢 针对新的能源形式 它做了一些特别的设计 比如说劳斯莱斯的欢庆女神 它呢 重新去优化了造型 进一步的降低风阻 再比如说它前边的中网 现在是劳斯莱斯所有车系里面最宽的 这个帕图隆神庙的造型是很有特点的 但是呢 它里面其实是封闭的 就是可以进一步的降低风阻 但是我觉得作为一台劳斯莱斯来说呢 可能车主压根就不太关注这些 对吧 我们再往后面走啊 这个车呢 一个是它的尺寸巨大 另外呢 你会发现它是一个没有闭注的设计 这个也是 就是让它看起来非常的优雅协调 还有就是这一次呢 它的车门也是有史以来劳斯莱斯最大的车门 那你会觉得这么大的车门 是不是开起来会很重 但其实不是 它的车门呢 是带有电动的助力的 所以你去推啊 还是关啊 都可以很轻盈 甚至你只要一松手 它就会停 然后你只要一触摸呢 它可以自己的帮你关上 非常的优雅 然后还有一个 就是它开门的方式 咱们来看一下 其实闪铃啊 有两种开门方式 一种呢 就是传统的 拉一下门把手 然后你去轻轻的一推 因为它有电珠力 它的门就开了 但是我更喜欢第二种开门方式 你看啊 我踩着刹车 它也是可以关车门 然后呢 就是你只要轻轻的去拉动这个扳手 它就会用这个电珠力带着你 好像有人搀扶着你下车一样 你看 是不是 就好像那种 比如说像红毯 明星下来了之后 然后有人特意去搀扶它下车 还有一点呢 就是你看这个车的车身比例 我其实非常喜欢 因为它完全不是按照现在新的员车 或者新的车型这种按照实用角度出发的 比如说你看它的车头真的非常长 按照过去来说 这应该是为了塞下一台V12发动机 而做的这么大的车头 但现在它是电车 它其实根本不需要这样的一个车头 但是有这样一个长车头 它就是好看 包括车尾这种溜背的轿跑风格的设计 它可能不是能够带来非常好的车内空间 但是它的车尾这种线条就是好看 所以我觉得奢侈品之所以成为奢侈品 就是在于它的浪费 它做一些没有必要的东西 而这些东西才真的能够带来情绪加值 好 其实如果你之前见过像古斯特啊 这样车型的内饰呢 你会觉得闪灵的内饰看起来非常的熟悉 但是呢 它也有很多不同之处 比如说像它的这个星光顶 是劳斯莱斯的一家特点 但是它这次呢 在门上也给你了流星的感觉 就好像这个星星落下来了 然后在门上这个面积也很大 因为这是一个劳斯莱斯最大的车门 你前排后排都可以看得到 另外我个人觉得比较好的 一个是它的这种脚垫 就好像地毯一样非常的柔软 我个人的身高是1米82 我坐在很多的车里的时候 我喜欢把车的座椅降到最低 这样呢 我喜欢握在车里去开车 但是这台闪铃呢 你看如果我把它降到最低 我甚至觉得这个视线 我已经看不到车头的那个欢庆女神标了快 为什么 它的目标用户呢 可能会有一些像运动员啊 这些NBA的球星啊 他们身高都很高 所以他们在开这台车的时候 也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目标拿捏的这个目标人群 还是很准确的 然后另外就是这台车的内饰 其实这些细节做工就不用说了 非常的考究 包括它的这些所有的触感 包括这些阻尼都是恰到好处的 然后这些实体按键呢 再加上现在的这个现代化的屏幕 就会让你觉得既复古 同时又有科技感 然后中间这些 这些自定义按键我也挺喜欢的 它是带触摸的 就是它是实体按键 但是触摸过去呢 你看它反应很灵敏 然后包括你可以把欢庆女神升降 也自己设置在这儿 这个就设置到第八个 你可以直接一按 这个女神就降下去了 另外呢 还有一点就是 它上面的这个金属的装饰 昨天我们同事在拍摄的时候 他跟我说 东哥你看 这台车 它的金属装饰 在阳光的照射下 反出来的光运到这个相机里 跟其他的车是不一样的 其他的可能是那种发散式的光 但这个光运呢 就会让你觉得更加的柔和 他说通过拍摄这么一个反光 就能看出这台车的做工 跟其他的车不一样 这个可能也是一方面的情绪价值所在吧 好 其实呢 进到后排啊 还算是比较轻松的 因为它有便捷进入 这种前排座椅电动移动的功能 所以坐到这儿呢 我觉得还OK 但是下车可能就不那么方便了 你只能通过别人帮你开车门 你才能下车 说到这儿 其实我可以分享大家一个 我个人的一个真实的小故事啊 就之前我去受邀参加 劳斯莱斯在伦敦的第八代 幻影的全球首秀 然后当时呢 他们也是派了一个古斯特来接机 有一个白发苍苍 西装革履的老爷爷 帮我们开车 然后到酒店的时候呢 我下意识的就要拉开车门下车 结果被同车的另外一个人拦住了 他说哎 不要 说让他去帮你开门 其实这是对他的一种尊重 因为他是这个是他的工作职责 反而如果我自己拉门下车 其实对他不尊重 那这个呢 我现在是真的下不了车 所以可能就只是通过别人来帮我下车开门了 但是你看像前排刚才也说到了 下车的时候呢 你通过这个电助力去往外走 也好像是有人在帮你开着车门 拉开车门一样 很有仪式感是不是 这个情绪价值一下就起来了 然后咱们来回归一下后排啊 其实我觉得这个后排呢 真的无法就是再按照常规的那种多大的空间 头部空间去衡量他了 因为他这样一个夸张的尺寸 并没有说针对性的要把车内的空间做到多大 但是你看对我来说 182的身高 前方是我正常的驾驶桌子 我坐在这里还算是舒服 反正相比一般的这种轿跑车来说 或者类似GT的车型 我觉得已经坐得非常好了 而且它的座椅很软 所有的配置一应俱全 包括刚才说的星空顶 然后我还能看到侧面车门上这种流星的小的点缀 所以真的也不会觉得压抑 因为它没有闭住 这里的视线光线也感觉很通透 包括刚才没有提到的 就是这个紫色搭配的外面的车身 可能放到其他的车上 你就会觉得是不是有点太骚了 但是放到这个车上 这个颜色配上这个白色 搭配其实看着很舒服 所以我觉得这个车它的内饰 真的是你完全挑不出它的任何毛病来 好 说说闪铃的驾驶感受 毫无疑问 因为没有了发动机的声音 闪铃是劳斯埃斯最安静的一款车 它真的很安静 但是其实你不能忽略它是一个轿跑车型 所以它其实没有做成那种极致的舒适性 尽管这车很长 但是它还是说去做了一些欧洲车的那种感觉 就是这种不是极致的舒适 它好像是在刻意而为之的 比如说过这种桥的接缝 或者说过减速带 让你能够知道路感 但是它不会说这种小的颠簸会让你感觉到不是 打个比方就好比说你去买一款机械的潜水表 但是你不一定说非得带着这个表去潜水 对吧 但它是一个轿跑车 其实也没有人真的很运动的去开它 但是它开起来绝对是算好开的 一个是慢速的时候 这方盘非常的轻 非常的轻盈 但是在开起来的之后就还好 还有因为有了后楼转向 所以让这一个车长超过5米4几的车 将近5米5 但是你在转弯的时候你不会觉得有压力 尤其是开起来之后 你会觉得这车没有想象的那么大 很好开很安静 然后同时呢 又有这些好用的车机系统 以及驾驶辅助 比之前的那种机械 劳斯莱斯带来的优雅和豪华 又更加的方便了 所以这个闪铃呢 绝对是算是凭借着科技 凭借着新的这种电动化的技术 让你感觉到这车还挺好开 还有呢它的加速啊 其实是非常线性 就是尽管可能它没有那种特别快的加速 但是超车呀 包括你想去急加速 完全是够用的这个动力 而且它调的呢 不会说像很多的电车 给你那种很突兀的加速感 身材下去 然后就好像有人在窜一样 不是这辆车呢 即便是你身材下去 它的加速呢 也是相对柔和的 去给你提供更大的一个扭矩的输出 但是我觉得更多的 我想分享的其实是 这辆车带来的一些情绪价值 比如说现在在电动车的时代呢 可能它430千瓦的功率啊 500多匹 根本不算是多强 但是又有谁在乎呢 就是开劳斯莱斯的人 我觉得没有人会在乎这个车 加速有多快 马力有多大 就开在路上 可能你就是想去做一个代步 尤其是这款闪铃 它这样一个双门轿跑的造型 应该不会有人觉得 是司机在开这台车 对吧 我觉得大部分买这台车的人 应该都是自己去开 而且如果你是 开着一辆燃油的劳斯莱斯 可能人觉得你是很豪 很有钱 但是你如果开着一个 电动的劳斯莱斯 像闪铃 就是感觉有点深不可测 因为应该不会有人 第一台劳斯莱斯会买闪铃 可能开闪铃的人 他家里不止一台劳斯莱斯 我觉得有一句话说的很好 就是可能你买一个性能车 或者说你买一个 不同的版本 会有不同的性能差异的车呢 你要去向人解释 你为什么要买这个版本 它到底好在哪 但是你开着一辆劳斯莱斯呢 似乎车就会为你说话 你不需要再向别人解释 包括我们今天在拍摄的时候 这个车行驶在园区里 停在园区里 很多人都会围过来拍照 说这个车太好看了 然后问能不能坐一下 能不能拍个照 其实就是这样一个 情绪价值拉满的存在 就是包括你开着这个车的时候 包括你看着这个车的时候 其实它带给你的这个东西 已经超越了车本身 所以我觉得用这辆车去讨论 它到底舒适性怎么样 然后它的性能怎么样 已经没有意义了 我觉得这个车就是一个 超越了本身交通工具的 这么一种属性 尽管它是电的 但是你不能拿它去和其他的 电动车或者新能源车 去做比较 劳斯莱斯就是劳斯莱斯 感谢观看